如果你的收入可以做到一年超过一百万人民币的话 首先你一年去挣到你的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 然后这些钱你不要花掉 你开始做第二步叫stacks 堆叠你每赚到一笔钱 你就把它拿来在美国买成房子 你可以是贷款买的 买到你在美国有三百万美元的房地产 出租出去它是能够给你带来收入的 这个时候可以到美国来 银行是愿意抵押贷款给你钱的 所以这个时候第三步cash out 你把房子抵押给银行 银行把这个房屋的净值当中的一个比例贷款贷给你 十几年之后你这些房子的价值更高了 然后你再做一个重贷 再做一次cash out 然后你又拿到一笔贷款 把前面贷款还上了 你手上还有很多的现金 这有一个额外的好处 就是你拿到这些钱是不需要交税的 然后这些钱你慢慢一边还着一边用着 你还不需要去交税 这个时候你就达成了你的自由